哈喽 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飞匠为你带来的修行灵日风云再起的实况对战解说 这场比赛有EP的冒仔vs2P压王 来看守方精彩对决 来吧 首发是大猪对战微谱 一攻一守 这大猪好像是一个肉垫子啊 微谱就各种鞭挞 是吧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呀 当然开玩笑 这边好的 二则则中 不得说这边是断连了啊 依靠收掉 来看下一回合 微谱无线系在版边就是可以无线连的 而且并不犯规啊 因为这套连招呢 有点像拳皇十三火八的无线魁 是很有难度的 而且一旦断连呢 实际上要被缺反的啊 再加上这个无线连的每一段伤害都非常低 也就默许了 大家跳CD两连击 想百合者失误 但是跑杂也失误 八神学员逆向战地强开BC前冲 杜绝6月开一波 好缺反 带走 来看鸭王这边 二刀出场的红丸 非你们的 二则堂红丸 红丸 是吧 You like what you see 不说了啊 再说就变位了 是吧 来介绍 下不再鬼花料倒 好 小跳A虚黄 但是RP起身 直接点战地 小跳青脚一波逆向中断 开始BC时候 没关系 点中钻当跑逆 一波逆向 底半雷光拳怼过去 八神这边虽然血残 但是伤害还是非常高的啊 红丸还是要小心 能量闪生元5C摸一下 将杀一波 八神有一个波着实是让红丸很难受啊 还行 鸭王这边也是稳住了 来看一下一回合 冒在这边的赛斯 这红丸好凶啊 鸭王不愧是红丸的顶级使用者 对吧 无论在97还是在98 红丸都是鸭王的绝对主力 对吧 非常的夸张啊 尤其是97 哟 这手赛斯很凶 特瑞这边 哟哟 驾招飞空失误大缺返 MAX能量喷泉 漂亮 这道伤害非常高 一批一颗CD要还血啊 这帽仔也确实没有办法了啊 只能战略CD一下 来沿着系头被拆 一磁血 哟 好 下一卡震出 这个发波身为过境啊 好势成双 两个超杀 鸭王这边感觉要被翻了呀 小C 火焰中拳一体马上破防 跳C出坑 连跳进攻 哦哟 好的破防之还是起到了重要的效果啊 比分零比 那看下一局 来吧 且看鸭王这边能否稳住啊 鸭王冒在这局运气非常好 不谈啊 不谈 这手猴子抬头 但是鸭王这边也不错 有发神 有K49 好的针锋对脉盲 下C打乱动 这规矩是想小跳C正立则猴子直接落AB躲开 但是这手前冲等你AB 奈何这边却反失误 鸭王这下套路非常的秀啊 前前让你以为我要点战轻角 然后骗你落AB 再缺反 但是连招失误了 怎么说呢 操作或者说思路很秀啊 但是最基础的连招竟然断掉了啊 没想到 来看鸭王这边八神登场 生龙对空稳 这就是来自原版高手的生龙 但是帽仔这边侵略性很足好的想占地被RD卸风 漂亮鸭王 看清你的落点 看清你的动作 直接来一波指令头啊 二针指令头 一针无敌针 对吧 没脾气 来看下一回合 来看帽仔这边 雅迪娜登场 阿迪娜 来吧 跳地上空脸跳进光 下面单皮还是找的人造 好 下坡这一套残 帽仔这边看能否找到机会秀一波隐藏啊 我又好 起上欧生龙 还是比较敢操作 是已经传送到逆象 说来他就来 下面两点下 C12345678 回血还是打伤害 回血 但事实上这一点血量也在八神的斩杀线里 看鸭王 大亏堵一下 黑猿5C确反一下 哎呦 这手前冲箱搞事 帽仔表示我看你想做什么 其实刚才鸭王这一波前冲楼A币就帅了啊 但是很明显没有那么容易的 是吧 也不敢啊 来看鸭王这边 K49 作为凤凰剑 心灵传送逆象占地对色人P的连续高跳 我的天老爷 帽仔这手鸭迪娜明显是受热了啊 对吧 征服者叠起来了 太飘逸了啊 这操作心灵传送逆象好的 对吧 灵儿没有千鹤嘛 所以说可能很多灵儿高手呢 都比较忽略雅典娜这个人物强度 我觉得这个版本啊 雅典娜她的血灵传送的郑逆泽 对吧 实际上是不弱于千鹤的注词郑逆泽的 哎 很多时候更强势 对吧 所以说好确凡 龙虎乱舞怼过去 看鸭王这边的微博 有啊 跳地对色一P6A 高跳新一波逆向中断带走 亚王这边的微博还是非常的熟练啊 不弹 对吧 毕竟跟我龙打99打多了 你打99的都知道 对吧 你微博基本是必恋角色 或者说你不用你也得会打 因为用他的人比较多 尤其是我龙 对吧 我龙 阿比 不弹 连续的跳跃攻击 哇 雷蒙身为一个指定头角色好像真的没有什么办法 微博表示这个角色的天然克制 对吧 即使你是小孩也要尽我三分 该走 来看一下一回合 当然啦 我指这个小孩是选手的ID 对吧 小孩增卓君啊 今年的EVO双冠王 阿不谈 看一下这片金家帆 到C以为是逆向师则是正向 朝茶又怼过血液丝鞋 帽仔能否发挥一下这种金馆长要不可以穿三 哎哟 这帽仔可惜了呀 这一整局啊 都被鞋王这手微博牵着鼻子走啊 对吧 帽仔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了这个鞋王 下一步该如何做 对吧 完全把所有的精力全用在防守上 那肯定是不行的啊 隔着游戏你不能不防守 但你不能一直防守 来看一下微博这边 然后续写上一局的辉煌啊 我觉得是比较难了啊 帽仔这边很明显是回过神来了 上一局太注重防守了啊 但是帽仔这边也清楚 风云在起呢 对吧 对手无限气 你想做到百分之百防守 基本是不现实 还是要进攻 哟 下地倒地 好像啥漂亮 你看这一局就好不少 对吧 不要老去考虑对手会怎么做 你要考虑自己要怎么做 来看鞋王这边 雅典娜 好的 卧群发射乱动 维子兴趣怼过去 我有这连娜这么凶的吗 哟 下地下地倒地 好家伙 这连娜 怎么想 仰望这边开始了 波动骚扰 这个位置好像确实没有鼻息好 罗AB 漂亮 那你不可能一直发波的呀 对吧 这是风云啊 这又不是原版 啊 你要是我没有资源 你一直发波 我也就忍了 来看一下这边 莉安娜 要穿三吗 楼口还一个穿三 下地摘成龙 窝群发射打乱动 在这儿地很稳 没有动 哟 哟 又是下臂下臂 啊 这下轻角下中角的 哟哟 还想说 差点又中了 要往这边一笔直到环石笔身 高跳C头带走 一脚踢开 对吧 别来沾边 你们这群小黑子 不知道我家哥哥有多努力 来看帽仔这边的猴子 哟哟 到地下空连跳进攻 但是这边粗中有戏 进攻跳中参杂着安全跳 我们确实比较 难以分析啊 升龙漂亮 这升龙 关键时刻能给你来这么一下 狠断对手的节奏啊 相信大家玩格斗游戏的都懂 你看又升龙相杀 到底追一下枪开BC 乌鱼家王力回起来了 但是这边想 喂好 稍微把维伙还可以接受 但是这安迪能把猴子 给活活力回到死 已经是非常秀的了 但是翻过一座坎 还有一座山 就看帽仔这边的金家帆 浓口血齿了 最初先向运跳洛迪被投 哇 鸭王这个力回真的是一丝不够啊 逆向好生龙 皮奥娘对色一片的战C 洛迪再来一波C 头血量一步步的翻盘 但C打乱中 但是没有确认 瞎活 啊 鸭王 来 这边挑递 强开BC点一下盘啊 还是太难了 来看下一回合 这下帽仔也是怎么讲 也算是逆向思维的啊 因为金家帆这个角色 有力回身特别夸张啊 尤其是迅C 所以说强开BC前双六臂 则中断的方式 或者说套路非常多啊 鸭王这边也是防住断 但是没有防住下盘啊 来看一下这边库拉 对威普 来 高跳C 跳C正逆则 这也是威普最强势的一个招式啊 一个套路 你本身不能动的好的高跳C 虚晃落地 轻角点乱动 带走来看一下一回合 好 瞎活 鸭王这个威普 可以说是世界级了啊 金家帆再次登场 跳C地想空出坑 连跳进攻 这种战C打乱动六臂 则中断 漂亮 你看这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啊 这个金家帆的回身 他这个六臂 你是不能动的啊 没脾气 你能做的只有是防御 来看一下一回合 来吧 鸭王这手三七龙二 不谈整个鸣儿里最快的进中拳 好的 小小金角对侧一批的六臂 想中断啊 但是一直在后跳卖血 这边也是有所意识到了啊 呦 哦呦 中断摸一拳 好 瞎活鸭王 这个龙二太自信了啊 也不急着进攻 对吧 跳地带入 来看下一回合 这位鸭王太猛了 来看帽子这边 特瑞登场 小金角确凡一批的火焰冲拳 左脚右脚一个慢动作 奢侈抽一鞭子 呦 再奢侈再抽 要穿三 哦呦 各种小跳躲拨 我家王 那这边逆上下轻角被EPC投 但是没关系 前冲被指令投啊 在那跟住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帅